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教远丁莫泰西今天回到他生前极尽喜应力服务的三个地方做人生最后的道别 密度风波持续燃烧 男星延亚伦突然现身性侵受害者的记者会现场道歉 使大解心当选资格被撤销 青年和学生可要注意了 财政部宣布下个星期一26号早上8点开始 18岁至20岁的青年和全职大专生可以登记慈敏青年电子钱包计划 以获取200令吉的电子钱包处置 登记和获取电子钱包处置的期限从26号起直到8月22号 文告提及 符合资格的青年可以通过三个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之一 也就是Boost、Settle或移速集通E-Wallet登记 慈敏青年电子钱包处置及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配对福利 最迟在8月31号进行线下消费 财政部补充 除了政府提供的200令吉电子现金援助 有关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也将在这一段期间 以优惠券、现金返现或积分奖励提供额外优惠 根据2023年财政预算案 慈敏青年电子钱包涉及4亿令吉的拨款 可让200万名符合资格的青年受贿 这项计划旨在减轻相关群体的经济负担 并培养他们无现金支付的文化 去年政府通过2022年财政预算案 拨款3亿令吉用于电子红包计划 每人可获得150令吉 通讯及数码部副部长张念群透露 成立大马媒体理事会作为监管机制的建议 并不违反政府所争取的媒体自由原则 他解释 媒体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自由 而媒体有责任根据真实符合道德操守 以及公正的新闻来源进行报道 但如果是由于工业自身 我认为是比较平均 而且可以确定所有的重要 因为重要的重要不是一个重要的 而是一个重要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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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念群在商业院的问题上 回答商业院大陆创材的附加提问时 这么指出 张念群说 当马媒体里是会将作为一个平台 以让对媒体报道感到不适或不满的任何一方 提交他们的报告 而目前还在等待临时工作委员会 提供有关大马媒体理事会法案草稿的反馈 接着将召开议场会议 随着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阿吉桑利将在7月首个星期 卸下警察一个的职务 提早三个多月退休 丹斯里拉杰鲁连将出任我国 新任全国警察总长 而武加曼刑事决案调查局总监 达多斯里阿尤康 则是会出任副警察总长 全力辅助拉杰鲁连领导警队 内政部长达多斯里塞尔康连发网告证时 国家元首苏丹布拉在听取首相达多斯里阿尔拉 以及警察委员会的建议后 任命拉杰鲁连为第14任全国警察总长 任期两年从本月23号起 直到2025年6月22号 同时任命阿尤康为新任全国副警察总长 现年61岁的莱泽鲁连出生于雪珠隆西 于1984年加入警队 在吉达警察总部任职查案官 开始了警队生涯 而阿尤康则出生于吉达哥达士大 并在1993年加入警队政治部 以助理警监的警阶开始警队生涯 文告书 阿尤康在2020年出任罗佛州警察总长 警阶也着身为总监 2022年荣升为伍江曼速度局总监 他随后在今年4月起 出任伍江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一职 国家元首苏丹布拉和元首后 东谷阿西萨今天启程前往圣地朝圣 随行者还包括彭亨摄政王 东姑哈萨娜 首相达德斯里安娜和妻子达德斯里 湾阿西萨还有马六甲州元首 敦马曼阿里出席在国家网工举行的 陛下抗例启程祈祷儀式 出席启程祈祷儀式的嘉宾 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丹斯里阿弗利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基萨利 以及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 陛下抗例离开网工前 与所有网工工作人员握手 同时叮嘱首相顾好国家 陛下抗例预计逗留在圣地至7月2号 沙特阿拉伯宣布 6月27号为朝圣火动日 是朝圣高峰 并在6月28号庆祝哈支节 而我国穆斯林则是在29号庆祝哈支节 追问郭贺瑶华小改名诽谤案 槟城高庭驳回前财政部长林冠英 对马华副总会长大度陈德钦 以及英文报新报的诽谤诉讼 必须缴付总额为五万领级的糖费 尽管法官宣判败诉 不过林冠英表示 他将会继续上诉 以证明自己清白 并对高庭的裁决表示遗憾 法官指出 陈德钦在新报发表有关林冠英 与郭贺瑶华小改名及拨款的评论文章 是公平的评论 并没有诽谤成分 他认为 新报媒体集团将有关文章的完整内容 刊登在读者来含部分 是中立、公平和客观的做法 他预定林冠英 必须支付陈德钦2万令吉糖费 以及支付新报3万令吉糖费 林冠英在脸书表示 他很遗憾 高庭采决他败诉 他始终坚持立场 也就是在如否出选举期间 拨给郭贺瑶华小的400万令吉 并不附带任何拨款条件 更没有要求该所华小改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众人步行长达一公里 陪伴莫老师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场面哀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体育课突然昏倒的事件 学省在松原抢出后宣告不治 警方证实 死因是急性大面积 肺栓塞 也就是肺部积血 而警方也已经将案件对为猝死案处理 网络令发文告知出 曼蓉警察总部接获一项投报 指一名15岁华裔男生在霹雳斯里曼蓉医院急诊室的交付病房猝死 调查显示 本月16号早上7点30分左右 该名学生申诉腿不疼痛 并只能食拐胀不醒 健康状况不佳 当时 校方联系该名学生的家长 告知他们的孩子健康状况不佳 而学生的父母之后也请来学校接孩子送到医院 不过在隔天凌晨 医院通知该名学生已经在交付病房逝世 司里曼蓉医院的医护人员确认 该名学生的死因是急性大面积肺栓塞 曼蓉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 并劝告公众不要对事件做出任何揣测 校方也已经在6月19号针对该事件召集学校行政人员 三机构代表 教育局代表 死者同班同学 以及死者家属代表进行汇报会 上个月8号 槟城发生一起宝马撞死人事件 一名卖斗水的华裔妇女在骑摩托回家时 遭到宝马轿车撞击不幸死亡 死者家属到场后情绪激动 与射案司机家人在警员的面前殴打 照顾司机今早被控上庭 并且否认有罪 获准以3000令吉保释金外加一名当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7月26号过堂 警方援引一族87年对路交通法令第41条 第一款鲁莽或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监禁最多10年 以及罚款最多5万令吉 该案件法官建议以一万令吉保释金作为被告保释出庭条件 不过 被告代表律师表示 被告职业是一名兼职音乐老师 薪水只有2000令吉 而被告尽早也准时抵达法庭面控 因此要求减制最低保释金 之后 法官同意将保释金减制3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 并则定7月26号过堂 较早前 照顾司机父母 死者丈夫和儿子 也因抵触刑事法典第160群众欧度条文被控上庭 不过 这5个人都否认有罪 要求保外候审 社交媒体流传一段视频 指一名应议送餐骑士与两名新加坡籍华裔男子 疑似因为添油而发生纠纷 基斯坎达公主城警区证实 警方是在6月16号 接负一名本地因例男子投报 案件内容与相关视频有关 不过 负责案件的查案官 已经把案件列为没有进一步行动处理 三人是在基斯坎达公主城一家友站发生后绝 警员后来到场调停 防止两方进一步爆发肢体冲突 视频画面一开始 发生后觉得三人都情绪激动 送餐骑士拿出手机拍摄 试则两名新加坡男子无礼 两名警员到场介入调停 其中一名新加坡男子从后车厢 拿出一把汽车方向盘防倒素 另一手则指着送餐骑士 命令他停止录视频 送餐骑士基于男子手上 持有想要袭击他的武器 要求两名警员逮捕他们 还声称遭到他们恐吓 只会在游战外拦堵他 当警员要求双方出示身份证明时 送餐骑士的表现相当配合 据了解 纠纷照音可能是送餐骑士 训斥想要用筒添油的两名新加坡男子 但查案官已经把案件 列为没有进一步行动处理 投报者也不议继续此案 华教远丁莫泰西老师 语试长辞 今早在吉隆坡交赖孝恩馆举变 超过五百名志签 华团领袖 华教同道 以及师生代表 宋别莫老师 众人步行长达一公里 陪伴莫老师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场面哀容 莫泰西老师的灵堂 摆满了镜色的满天星 看起来优雅 宿静 住像莫老师生前一样 为人低调 感愿成为散播华教种子的华教远丁 莫老师生前 常言好人不会进屋 今天也看到了众多与莫老师 交好的朋友 华教同道 董教总代表 独大教育机构代表 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 华总代表 林林玉基金代表 以众独中与中学代表 以及行动党代表 纷纷来到林前 与莫老师道别 对于在父亲节前夕 失去父亲的莫泽林而言 这是何等残酷 今年的父亲节 让他深感到 何谓书欲进而风布置 子欲养而轻不带 2006年 父亲离开董总后 在正式召开的一个家庭会议上 他向我们家人每一个人居宫告歉 说他当丈夫 当父亲不合格 而往后的16年 他却认真真地做好丈夫 父亲公公外公的角色 您总是对外界说 你是不合格的爸爸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 在我们的心目中 您一直是一百分的好父亲 卧老师对华教 对教育的付出 大家有目可睹 助联肖恩集团董事长 金联合创办人 答定朱林秀琴 在看到这几天的新闻报道 以及了解莫老师的生平后 也主动免出了 莫老师的殡葬服务费 爸爸 左边校文集团董事长 兼联合创办人 答定朱林秀琴 在看到您这几天的新闻报道 和申请介绍之后 这一起来 说要赠送依赖校文园 一片套山面湖 有山 有水 有树 有花的好地方 作为您长年之地 那是您最喜欢的大自然 大地还减免了所有 殡葬服务费用 但我想有一些最基本的开销 我们还是会自行承担 扣除所需费用后 剩下的活金 我们会全数捐助教育用途 特别是台胞破 丁丁团队启动华教 故事三年龄 但所有后事办理完毕后 我们会再做公布 那现场这里就设有 莫泰西老师的留言墙 在这个留言墙上面 就有许多老师 以及同学们为莫老师 留下的一些留言 那除了这些留言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设有 莫老师曾经写过的一些文章 以及关于华教的故事 莫老师资资不倦 抚布信坛多年 可说是逃离满天下 当中包括政界人士 如否周明金默周一元周中信 清晨不点 特地从楼府拘卵开车四个小时 与莫老师告别 陌生是我一个非常敬仰的前辈 我在1995年 当我还是在UKM国大的学生 和学生领袖的时候 就认识了他 还有最大的启发 就是当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当时董教种的一个华教运动 就是以饮水思源为主题 包括我们也在饮水思源这个主题 办了一个在国大里面 给学生们的讲座和进行筹款 也让大家知道这个华文教育的运动 需要饮水思源 需要的传承下去 在工纪里的尾声 寻中的学生特别为莫老师 准备了他时常在华教课上演唱的歌曲 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优扬且洪亮的歌声让在场的吊咽者 陷入了与莫老师的回忆当中 随着播的深度中管乐队奏起有一万岁 这一次真的要与莫老师好好告别了 RTM实习记者谭凯云采访报道 华教今天正式与华教远丁莫泰西老师告别 在信坛资资补卷 腹部数十年的莫老师 今天回到了他生前捷径心力 腹部的三个地方 分别是雪舟嘉颖董总 林莲玉纪念馆 以及吉隆坡学人中学 与他曾经栽下的华教幼苗 做人生最后道别 莫泰西老师的灵车 缓缓驶进了独大独中家隐行政楼 回到他生前全新投入服务 二十五年的董总 董总主席陈大锦和教总主席谢立毅 率领董教总独大教育机构 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 超过三百名教职员与学生 手捧花瓣为莫老师沿路散花 送莫老师最后一程 众人莫哀一分钟后 由董总执行长梁胜义代表宣读对莫泰西老师的记文 感激莫老师毕生奉献给华教事业 莫老师出任董总主席行政主任的这二十五年大刀过斧 成功吸引一群年轻的有志之士投入华教运动 引入师资培训制度奠定了华教的基础 宣读纪文后 众人向莫老师行三鞠公里 邻车便缓缓是离 莫老师生前最喜欢骑着他的克里塞国产战车南上北下 讲述华教的故事 可以说有华文教育的地方 驻有莫老师的足迹 莫老师2002年走进吉隆坡寻人中学 至今共有7200名寻中毕业生 都听过莫老师的华教故事 今天寻人中学全体师生共有大约3300人 在小小的校园里与莫老师道别 我们今天基本上是全校师生都参与送别 就是莫老师的告别式 那因为我们现场因为我们校园很小 所以现场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的人 所以我们是安排是全体的高中生 是出来在校园里面去做给莫老师做这个告别 那其他的初中同学是安排在课室里面 那我们是用一个直播现场直播的方式 就把这个整个送别告别式的这个画面 是传送到课室里面 所以实际上我们全校师生都参与 总共是大约是3300人 莫泰西老师在吉隆坡许人中学说了21年的 华教故事从不缺席 原本校方已经安排莫老师在今年11月 回来为即将毕业的高三生 种下一颗华教的种子 无论如何若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互花 华教的故事还会说下去 而华教园丁的精神一样会继续滋养着 华教的下一代 那为什么学校坚持 21年以来我们都一直安排高三的毕业同学 在毕业前必须要上华教课 因为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的是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不是这么容易的 他是经历了先贤们很艰辛的奋斗 我们才会有今天 我们今天才能够自由地使用我们的华语华文 所以莫老师是在他一辈子 奉献华教的这一个道路上 他都是站在华教的现场 站在华教的最前线的人 所以由他来讲这个华教故事 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讲 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这位永远的华教园丁 兴起一生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土 种下华教的种子 一花一木都用心灌溉 相信未来华教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 茁壮成长 RTM中静音实习记者谭凯云采访报道 台湾娱乐圈密兔风波持续燃烧 男子组和非伦海出身的颜亚伦 昨晚遭到网红耀乐 指控他曾被偷拍不雅视频 颜亚伦随后也发文 承认两人曾经交往 也证实有过私密视频 但并非本人流出 耀乐今天召开记者会 地图还原真相 没想到颜亚伦突然现身道歉 引起现场骚动 因为卷入丑闻风波 国际清廉商会中华民国总会也宣布 撤销颜亚伦第六十届 中华民国十大解经的当选资格 记者会上颜亚伦针对有关事件向耀乐两度鞠躬道歉 而耀乐在颜亚伦现身后则当场崩溃趴在桌上 我要在这边跟你慎重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颜亚伦离场后也痛哭流涕 再度崩溃地喊道绝对没有做任何强迫意愿的事情 对于偷拍不雅视频一事 他断然表示绝对没有偷拍 颜亚伦道歉后火速离开现场 耀乐也离开调整情绪 当耀乐再次回到记者会上表示 不接受颜亚伦的道歉 并说颜亚伦不应该在事件曝光后才道歉 这道歉没有诚意 药乐昨晚在脸书发文 指16岁的时候被颜亚伦性侵 并且拍摄不雅视频 颜亚伦随后在脸书发文承认此事 并透露有关视频是因为手机维修而外传 继右胜黄紫胶 颜亚伦等多名艺人卷入密兔风波之后 另一位台湾艺人Luno陈轩玉 也被一名直播主指控涉及性骚扰 而且侵犯多达近20名受害者 Luno随后也在脸书发文 指即刻停止演艺工作 诚心深刻反省 台湾直播主小红老师召开记者会 指被Luno性骚扰 并公开遭到Luno性骚扰的受害者 经过估计 受害者多达近20人 其中包括Luno在2015年 将一名女生拖到市民大道残障厕所 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性侵得逞 日前该直播主指遭到艺人Luno性骚扰 不过Luno严正否认 昨天Luno和经纪人对有关事件做出回应 表示对这个人 这件事都没有印象 做错是会认错 但没有印象的是怎么回应 不过在该直播主召开记者会后 Luno自行在脸书上表示停止演艺事业 而在得到Luno的首度发声后 瞬间引起网民热议 被誉为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舞台王者 郭富城将在来临星期五 1点3天 在云顶云星剧场 举办武林外传 Amazing Court世界巡回演唱会 2023马来西亚站 睽違八年再次来到我国开唱 郭富城表示非常期待 与大马的歌迷再相见 同时温馨提醒大家 在演唱会当天 记得要吃饱和穿上运动鞋 以便才有力气与他一起 敬歌热舞 舞台王者郭富城 身穿卡其色西装套装 搭配运动鞋亮相记者会现场 并在活动才开始 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随音乐舞动 状态一如既往的活力四射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我是戴靖航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